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4月23日 今天看到凤航网发表了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非常令人感到惊讶 也就是在东北黑龙江 密山市 密山县 密山市有个白玉湾边境 那个地方发现了什么 东北湖 有一个东北湖 这个跑到村里来了 甚至咬伤了一个村民 这个幸亏当地这些老百姓 反应比较及时 找到这个派出所 这个白玉湾边境派出所 派出警力了 保护现场疏散了人群 他们判定的是 一只野生的东北湖 这是一件大事 这个被咬伤这个群众 正在医院里治疗 据说现在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你想被湖咬伤 这个确实是在这些年来 极其少见的 这个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过去这个 在东北呀 几乎绝迹的野生东北湖 现在重新开始出没了 那这可以看到 是不是可以推测是 当地这个生态环境 有些改善啊 另外或者说 这个从俄罗斯那个角度来讲啊 是不是那边这个环境啊 不利于就是东北湖的生存 等等啊 原因很多呀 那么今天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啊 最新的消息显示 4月23号 21点 这个老虎被控制住了 然后呢 专家们都开始解读啊 说是这个 澎湃新闻 采访两位熟悉东北湖 习性的野生动物专家 也就是北京师凡大学生命科学院 副院副教授冯立民 人家是长期研究这个 总 这个东北湖报 总群监测 他告诉蓬佩奈记者 从现有信息看 这只东北湖 很可能来自于俄罗斯的 西霍特阿林山脉 那为什么跑那么远过来啊 他说事发区域离中国边境 也就是速适公里啊 非常靠近俄罗斯大总群的方向 冯立民说 东北湖分成大小两个种种种群 其中大总群的分布在俄罗斯 这个西 俄罗斯 这个西霍特山脉 这是一个种群 那一个种群是规模较小的种群 这个主要分布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和 毕临俄罗斯 这个 豹地国家公园 大家都知道 哈尔滨有东北虎猿嘛 人工养殖的 你就看了以后呢 老虎已经就是 可以这样讲吧 已经是变了 这个老虎 老虎变的是 有的变得特别温柔啊 那当然长大了以后还是商人 小的时候就像小猫仔似的 这实际上是一个不正常的东西啊 但是供人们观赏在公园里也可以啊 尤其是小孩们看了一个东北虎猿的高兴坏了 我记得我曾经带过孩子到黑龙江省哈尔滨是参访过 以前呢我有几个朋友在新闻界还采访过虎猿的这个故事啊 东北文汇报东北办事处有个同事也去采访过啊 听他讲一下情况 也就是说呢 刚才讲的这个这个老虎可不是假养 这是野生的 过人驾驶的啊 他才带有那种这种 野生的啊 这种野性 所以说非常危险啊 他下到村子里来 估计是饿得实在受不了了 可能没有东西吃啊 有没有活物啊 一看一个人 那可能就伤人了 这是很可怕的啊 幸亏这个可能是跑动及时 没出大事啊 我没看这个完整的视频 有一个视频是 派出所民警啊 用那个麻醉枪打中了 他倒地下来 倒地以后他就不动了 有一个老农民 他拿了一个袋子啊 这个把这个 火啊 编织袋啊 把这个火放到这袋子里去了 大家看 这张图片啊 你看 不止什么原因 我这个电脑呢 这个视频打不开啊 这个我这个 可能这个 这个可能这里边 病毒也比较多啊 那么无所谓啊 说是这个野生动物啊 野生老虎咬伤着村民 正在院里边 说是这个火呢 现在 文章没有交代啊 送到哪里去了 应该应该是 是不是暂时送到动物园 给他捐起来啊 然后再放生大自然 谁知道的啊 因为这个还少见 太珍惜了 这是 对黑龙江省 这是一个大新闻啊 这个冯教授 叫冯立民所说 东北湖啊 大小总群 长崎辈 随风河 这几天啊 前几天啊 这里也曾处见过 东北湖 说明这里属于中俄边境 东北湖向国内扩散的廊道 这样一个通道了 这吉林省啊 延边朝鲜族自治中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美国秘书长叫李诚 做了一个推测啊 李诚认为呢 根据东北湖出现的位置 已经能基本确定 他是从俄罗斯跨境而来 你看这走得挺远啊 从普京的地方 走到这个习近平这个领地了 而且几乎可以判定是野生东北湖 而非人工养殖 因为人工养殖东北湖的管理十分严格 这确实非常严格管理啊 说对于东北湖的现身 冯立民说呢 正常情况下 东北湖不会出现人口密集的区域 而是寻找生态系统比较健康 食物比较充足的完整 稀稀地进定居 说因此判定一个地区的生态系统 是否健康 尤其以雌性虎 是否会在该地繁殖 定居为标志 偶尔出现并不能说明问题 这说明这个环境有一些改善 但是并不是很明显 他是这个意思 不过他提到 这些年类 被东北湖频频现身人类活动区 甚至被人拍到照片和视频 这是从前不可想象的事 其实我看到好几个是 他把那个摄像头藏在那个树林子里 挂在树上拍摄老虎 那个确实很珍贵的镜头 这说明什么 你毕竟能够拍到了 环境没有得到大的改善 可能在黑龙江有些地区 资源保护还是不错的 绿化这方面还可以 说总数要定居繁殖 必须要很好的环境才能支持 李承指出 东北湖的切移扩散能力非常强 有记录的最远扩散距离约700公里 他奔跑那么快 你想 这个范围是很大的 他说如果东北湖所在的稀稀地 不适合生存 他就可能会不断寻找更健康的稀稀地 如果新地方还是不合适 他也可能会继续迁移甚至返回 这就是优胜劣汰了 无尽天责 他根据大自然发现的情况 他为了生存 自然而然到处跑 跑了主要是抓那些小动物 比他弱的弱肉强食 吃掉以后 他才能维持他的身上热量 估计这个老虎可能是 今天是饿坏了 这个北来一看 看到一个人 他可能管了人不人 只要活了痛他就敢咬 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 这个李诚说 这些年国内生态总体变好了 东北湖数量总体在增加 与此同时 中国边境东北湖的生存压力又比较大 因此可能会向国内扩散 那么这个我刚才引用这些话呢 都是疯狂网的报道 所以今天我认为这是一个 应该讲是一个奇特的新闻 当然这个居民一定要就小心 因为你有了东北湖之后 身上中国的老百姓不允许携带武器 你来不及反抗 也没有精神准备 过去有几个看过东北湖的 都是看那个报道 文章是回忆以前 到处都是这个野生洞 你看那个你到黑龙江 你看那些过去那些黑龙江地方字 他就记载黑龙江的当年 那真是棒打刨的飘咬鱼嘛 野鸡飞到饭棍里嘛 就是你放一个锅在烧冻去 野鸡有可能就掉里边了 这是夸张的一点 但是你可以随便打到野鸡啊 秃子什么 现在不行了 因为什么人不停地吃 不停地抓也都跑了 也基本上灭绝了 现在保护环境 轻易不允许动就野生动 尤其是大老虎 也动被虎太珍贵了 这个所以说现在 当地的政府都开始 就是注意环境建设 这是一个好事啊 另外再次提醒大家这个安全啊 虽然东会长得很 很好看 但是这个危险啊 这个人这个肉身都不过大老虎啊 这个不是总继于凡腐败讲的 就是这个大老虎是指贪管 这是真正的虎啊 这个虎厉 那么今天海外期谈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下次再见